哈囉大家好 現在我們來到沖繩 然後這一次呢我們要來開箱 希爾頓在賴迪島的 度假村 這個希爾頓賴迪島度假村 距離納坝機場跟市區開車 要一個半小時左右 算是有點距離 然後附近的話 比較沒有什麼商店 所以主要就是以 放鬆跟度假為主 他的特色就是所有房間都是面海的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美麗的夕陽 我們這次入住的是一個雙床的房型 還有兩張加大的單人床 然後房間的 最後面就是一大片落地窗 直接面對海邊 我們一樣照慣例來看看房間有什麼吧 來進房間就可以看到這個 門口走到非常的寬敞 可以直接看到 落地窗 還有陽台 右手邊有個很大的全身鏡 左手邊是一個拉門 這邊是浴室 洗手台跟廁所 來看一下 感覺連浴室的入口都十分的寬敞 有個很大的洗手台 旁邊檯面很寬敞 很適合 放東西 洗手台旁邊還有放一些 背品像是刮鬍刀 牙刷 還有乳液 漱口杯 洗手乳 吹風機有點可惜是一個比較基本款的Panasonic 然後洗手台的左側這邊 拉門打開 是廁所 有一個Total的免治馬桶 然後度假村還放個 提供機 是不是有點太過分 洗手台的右側呢 有個玻璃門 有個乾濕 分離的 洗澡空間 浴室跟房間 是有做玻璃 所以如果想要一點儀式的話 可能要把 上面的蓮子給拉下來 背品的話就是基本的 Crab tree and Evelyn 浴室看完來看一下這個房間 一進來右側呢這邊有個放行李的空間 上面是衣架 可以掛蠻多衣服的 旁邊還有一個櫃子可以打開 裡面可以掛更多的衣服 還有運斗跟拖鞋 鞋靶跟刷子 這些基本的也都有 然後行李架下面有抽屜 裡面有保險箱 在下面有 看起來像睡衣 這個旁邊是空的 我還以為會有浴泡 再往房間裡面走一點呢 有一個 mini bar 上面有咖啡機 睡壺 然後它房間是沒有附瓶裝水的 但是可以拿房間的水壺去它每層樓都有的飲水機跟製冰機 去撞水 然後這邊有一個膠囊咖啡機 還有咖啡杯 是Nespresso的 然後兩張床中間有一個床頭櫃 還有各種燈光的控制還有插座 然後上方還有兩盞床頭燈 床的 旁邊呢還有兩張沙發椅跟桌子 然後外面就是 整片的海景喔 哇 超級美的 楊台上有兩張座椅 就在這邊看海 真的非常非常有度假的感覺 然後飯店跟海邊中間有一個游泳池 不過戶外游泳池 只有在夏天才開 現在是11月 所以目前是沒辦法游泳的 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看到夕陽 雲好像有點多 那房間開箱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們等一下去飯店附近走走 然後看可不可以去海邊散步一下 那是夏天的娃娃還有 泳池旁邊的BBQ 然後從戶外泳池的池畔就可以直接走到 賴迪海灘 這邊環境真的蠻舒服的 在飯店附近就可以散步 海超美的 靠近海這邊還有一個 餐廳 景觀餐廳 再往前走就是 賴迪海灘了 看到沙灘囉 看到沙灘囉 那尼島沙灘離這個 希爾頓飯店還蠻近的 走路大概只要 兩到三分鐘 現在要 準備回飯店 這邊 飯店這個通道旁邊有做一個 小小的 淋浴區 可以把沙子沖掉 睡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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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